龍介先講的是沒有錯啦 這個基本上這個當然不是戰鬥內閣 我個人認為是戰鬥內閣啦 就是很挫的那種內閣 你知道這個就賴清德來講 他呢一定會是台灣歷史上 最衰的總統 我不是唱衰他 而是他呢是一個 就是接這個位置是處在台灣的 這個內憂外患環境最差的一個階段 所以他呢要怎麼樣來度過未來這四年或八年 我真的逆他捏了一把冷汗 首先是他將會做一個最窮的總統 你去看看這個羅森伯格在他上任 就是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 這個羅森伯格在他上任一年來到台灣五次 那這五次最主要的 再加上美國在台協會的這個孫小雅 他們共同的話題就是要台灣提升自己的防衛能力 接下來就是開出一連串台灣要軍購的項目 是不是有錯我覺得台灣提升軍購防衛自己的能力 這個我一直都從國民黨執政到民進黨執政 我的態度都沒有變了 因為呢 勿是敵之不來 事無有以待之 更何況呢敵人已經到了門口 如果馬熙二會沒有容兵 沒有把兩岸關係帶向緩和 那接下來沒有辦法 恐怕就要面對窮兵獨舞的對岸 那麼馬熙二會會不會帶來這個和平的曙光呢 我個人認為有機會 但畢竟執政的不是馬英九 是賴清德 如果賴清德他的團隊繼續像蔡英文的團隊一樣 三不五時就嗆人 然後三不五時就逞一些口舌之能 兩岸關係不會好 兩岸關係不會好之後呢 我們就必須花大筆的錢去添購軍備 所以據這個羅森伯格所開出來的清單 台灣必須要購買的一些防衛系統 算一算喔 基本上大概是20兆起跳了 20兆是什麼概念 台灣一年的預算大概是2.5兆到3兆之間 金長門呢大概佔了百分之六十七十 算一半好的啦 也就是說能夠用來建設台灣的 一年大概就差不多1兆台幣 如果今天被開出來的這些防衛系統的清單 不要講到20兆就10兆好了 是不是意味著台灣在未來十年 將無錢可以建設台灣 所以這不是賴清德的問題 而是他在這個階段接下了這樣的一個燙手山芋 而且前面的支票全部都被蔡英文開光了 那麼羅森伯格一而再再而三來台灣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要問問賴清德說 你前任蔡英文簽的這些支票 請問你你買單嗎 如果你買單的話 你可不可以cosign在這個支票的背後 就是說你要背書 你要為這張支票背書 背書的意思就是說 當這張支票沒有兌現的時候 債主要來找你 賴清德呢 板凳坐三分之一 雙手貼褲縫 畢宮畢敬的接下筆 就在支票的背後花牙簽名了 所以台灣未來十年 將會是一個很窮困 大家勒著肚子 看不到建設的未來十年 這個局就是這樣 因為蔡英文把能打的牌 能用的錢全部用光了 而且呢 她去跟美國把台灣哪裡有錢 都講得清清楚楚 那美國人也很聰明 美國也不是笨蛋 CIA一調查就知道 你民進黨的這些樓樓 在過去八年 從哪裡吃了哪些錢 那與其讓你們這些人吃 不如我來吃嘛 對不對 所以美國就派了羅森伯格 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台灣說 以你們現在的武器 你們要防衛自己 門都沒有 你要我們支援你 人必自我後人無之 你要先自立自強啊 所以你如果不買武器 你要我怎麼幫你的忙 那台灣買武器 偏偏又比別人貴了 20%到30% 甚至有的東西貴了一倍 所以這就是台灣的宿命 那所以賴清德 這個戰戰兢兢的接下了這個 提出她的戰斗內閣 這個戰斗內閣呢 其實她也是不得已的 你看 蔡英文留下了一個 蕭美琴當她的監軍 所以她戰戰兢兢 那蕭美琴呢會壟斷的是什麼 會壟斷的是對美關係 所以對賴清德來講 她非常的害怕 你看 那她跟美國沒有任何的關係 而且美國人對她不太放心 一而再再而三的面試 然後在 蔡英文走了之後大概一個月 賴清德又派了這個優錫坤 到美國去消毒 因為據說蔡英文去灑了一些毒 那賴清德就趕快派這個 游錫坤去解釋 跟美國修好 說我不是那種人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蔡英文跟賴清德其實矛盾非常的深 那賴清德為了不能讓蕭美琴 壟斷了台灣跟美國之間的管道 所以就找了一個呢 每一個資歷都比她升一級的 這個 那個誰啊 就是去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好 那 這件事情在說什麼 因為 也當過這個外交部長吳釗謝啦 對 我一下想不起我惡觀封面人物 這真是抱歉啊 吳釗謝呢 就是擔任過駐美代表 然後又當過外交部長 所以她要用兩條線 來平行來制衡蕭美琴 那另外一條線呢 有可能是林佳龍 不確定 那有人說林佳龍沒有這個外交資歷啊 怎麼可以當外交部長 其實這種例子很多啊 你看 在阿扁時代 因為藍營壟斷了整個外交的資歷 那時候外交官全部都是因為藍營一直執政嘛 所以阿扁上台來說 根本就沒有半個他親綠的外交人才 所以你看他連 他就 黃志芳是有外交資歷 但是你後來用到的陳唐山啊 或者是 這個 誰啊 就是 田紅帽啦這些人 他們都沒有什麼外交資歷啊 田紅帽只有短暫的駐英國代表 然後就去掉 擔任這個外交部長 蕭美琴也沒有外交資歷 就直接派這個駐美代表 所以諸如此類的事情 其實我倒不認為沒有外交資歷 會是林佳龍的一個 一個 這個敗筆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外交部根本沒事可做啊 哪一個不是用錢買的 所以台灣的外交部長有什麼可以做的嗎 沒有 就定期花錢去買邦交 然後 從13個會降到幾個 不是我們決定的 也不是外交部長決定的 那我比較關心的幾個部會啊 像 國防部長 顧立雄 有人說 他跟這個 林佳龍 都是萬能工專畢業的嘛 就是 什麼都能做的 萬能工專畢業的 那顧立雄去幹國防部長 將來 能夠做出什麼事情 我非常的懷疑 現在台灣的國防部應該是要整軍金武 整鴿代彈的時候 派了一個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歷的人 國軍將領會服嗎 可是賴清德做這件事情 證明了一個什麼 證明了賴清德對於台灣的國軍將領 跟軍事系統完全不信任 所以才會派一個跟軍人毫無淵源的顧立雄來擔任 另外 外交也是如此 賴清德對目前外交體系的這些人毫不信任 所以派了一個跟外交體系完全沒有關的人 通常你會派一個外人進來空降 不管是公司也好 政府官員也好 政府機構也好 這代表什麼 你要找外面的人進來除弊 因為這裡面的已經是一個降綱 已經是上下交相賊 沒有一個可以信任的 所以我要從外面調一個人進來整頓 企業就是如此 你調一個外人進來的目的就是非常清楚了 就是你副總經理已降 沒有一個可以信任的 所以從空降了一個總經理 如果在空降一個外行的人當總經理 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董事長已經是無計可施了 要來大開殺戒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內閣 我看不出它的前瞻性 所以這樣的一個內閣 我看不出它的前瞻性 你會成為人的